墙堡中的婴儿 握在妈妈的怀抱中超级舒适 但其实根据领口长根医院 儿童骨科研究发现 冬天出生的婴儿 髋关节脱臼手术的发生率 要比夏天出生的婴儿高出两倍 不管天气有多么冷 我们要想办法 不要让把baby包得太紧 妨碍他大腿的活动的这个范围 冬天天气冷嗖嗖 许多家长担心幼儿感冒 都用包筋包得紧紧的 但这样反而局限了 大腿伸直或靠拢的姿势 妨碍发育导致脱臼 但也因为早期症状不明显 后期发生之后 几乎都要进行手术复位 宽关节超阴波 那它是一个对婴儿 几乎没有伤害 而且非常简单的一个检查方式 可以清楚地看到宽关节 它的结构 医师提醒 父母无论是使用包筋 背带甚至是传统背筋时 都让婴儿的双腿呈现M字形 呈现大腿弯曲外展的姿势 放在两侧 不要包裹在内 才能让肌肉出力 促进关节发育 避免宽关节脱臼 只有丛德华 参谋报道 这是苹果准宽关节atal 内人 universities 感谢观看